我想和大家说Glander很开心 给我们的爱 她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见大家 我的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太太 她是一个很忠诚的太太 是成就我的生命的 有些人可能知道Glander是有不同的 每一天都在联络不同的人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去聚会的时候 有一天她就跟24个人联合 她就说你怎么去做到 就好像她的本性那样 她是有一个牧者和妈妈的心 我很爱她 我相信教会也很爱她 她对我们很大的祝福 这里有很多小组的组长 你们都会起来 是真的自动自觉 令到身边的人觉得是被爱 我们都很开心 有你们 因为我们就知道 神是很需要我们有社区的生活在一起的 那我今天的话语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说 我们是需要向一些杀死你的律法死去的 那她就说 究竟什么是令到 什么是原因令到 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 全世界是有这个圣灵的运行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说 神的话语 神的知识 会来到全世界的 所以很多人在神的话语里面 已经说了 已经预言了 神的荣耀 她的能力会来到我们的整个全球 是有很多的神迹其事 是会毫无任何的 即是不需要很大的用力 这样就可以去到全球 去运行在这个世界 是神的意旨 是将神的祝福来到我们当中的 神也会用这个时间去祝福我们 那究竟什么是令到香港 或者我们 是没有办法运行在神的 神迹其事的身边里面呢? 可能有些人就说 因为有太多的罪了 但我想告诉你 在新日里面 就不是说 罪是令到我们会停止 我相信 不是罪令到我们去停止 因为如果是罪的话 去停止的话 那就是说 有很多的罪 那就是整个教会都充满了罪 如果是罪 罪是停止我们去运行的话 但是当神迹其事发生的时候 往往我们看到 它是在很多罪人当中发生的 好像耶稣当时 神是一个好的神 祂想爱你 祂很想带你离开罪的枷锁 所以罪不是停止运行 这个神迹其事 而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都是好的基督徒 他们尝试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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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会得医治 死的会复活 但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是很干素的 是很律法的 是很宗教化的 是一个传统 所以不是罪 是停止圣灵的运行 我想告诉你 是因为我们是嫁给了一个错的丈夫 不是说你真的是旁边的丈夫 我是说在罗马 罗马书七章 一至四节 保罗就是说 一个女人不可以 同一时间嫁给两个丈夫 他就是说 律法是一个丈夫 一个就是耶稣是丈夫 他就说 你不可能是同一时间 嫁给耶稣又嫁给律法 因为你要记住 我们的丈夫是耶稣的时候 是因典的时候 你的丈夫究竟是摩西的律法 还是耶稣呢 如果你是既然是律法 里面的话 如果你的丈夫是律法 你就不可能是 你的丈夫是耶稣 当然在旧约里面 就是说 当你的丈夫依然是活着 那时候 你是不可以 嫁给第二个老公 如果你这样嫁 其实你就等于是 反监淫罪 那就是说 对了 那因为 但是保罗就是说 那好处就是说 律法并没有死 而是你先死了 你才可以 是去嫁给 耶稣 那怎么这么说呢 律法其实是一个 没有用的丈夫 因为如果你是属于 律法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 是属于耶稣 律法是一个 没有用的丈夫 律法只是不断地 指责你 告诉你 什么是错的 但是律法 没有办法 帮你 教你 什么是对的 如何使你 做得好 因为律法 没有办法 给你种子 没有办法 令你有个祝福 没有办法 带你 释放你 律法 只是不断地 告诉你 什么是错的 所以如果你是 嫁给律法 这个丈夫的时候 你只是一个死的 因为你只是 不断地 说自己 有多不好 但是 所以 就是没有任何 可以停止 上帝的神的 灵 圣灵运行 就是当你 依然是 活在律法的底下 就是和律法 有这个 就是你 嫁给律法 的律法 唯有 但是当你是 死去 当在律法 死去的时候 你被释放出来 然后你就去 跟耶稣 就是嫁给 耶稣 那时候 你就不再在 这个律法的 家所的底下 而是你会在 上帝的 关系 和恩典 里面的时候 你所做的 不是因为 你需要 而是你想要 那我们看一下 罗马 七章 罗马书七章 四章 那就说 这样我的弟兄们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对律法来说 也已经死了 使你们归属另一位 就是那死人中复活的 为的是要我们结果 只给神 透过耶稣 基督耶稣 对律法来说 我们都是已经死了的 所以我们就要 很重要的就是说 当我们唯有是 借着基督的身体 我们对律法来说 才是死了的 我们是属于另一位的 我们是归属另一个的 就是那个死人中复活的 就是会有得着果子 如果你好想有 生命里面有果子 你很想活出神迹歧视的能力 神的能力 那个爱 你就要去停 你就要是 跟这个律法死去 你千万不能去 那个时候 错的丈夫 这个律法的丈夫 耶稣是不会去 指责你的 耶稣去祝福你 耶稣去救赎你 令到你在神的里面 在神天父的面前 是变得是圣洁 还有有正公义的 神 耶稣是有个种子 令到你是有果子的 他可以令到你充满了 上帝的神的荣光 和能力 可以离开律法底下的影响 如果你不去的话 你没有办法在神里面 去将上帝的神迹歧视 带到这个世界 而你只不过是 在这个沉醉 在这个属灵的 奸淫罪 就是在这个律法 和耶稣的恩典的教导之间 游走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 罗马书七章四字 已经很清楚见到 是要100% 对于律法死去 所以我们才可以 对耶稣是忠心的 我们不避其他 所有其他不属于神的话语 就是不属于神的律法 是捆绑的 那我们去看回 七章六节 就说 但而现在我们既然 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 脱离了 律法的约束 好让我们用心灵的新样子 而不用移民的旧方式来服事主 无论你有多么的 当我们相信 是从这个律法死去的时候 我们是从旧药的里面释放出来 我们就可以活在新的 就是in the new way of the spirit 中文就是用心灵 就是圣灵新的样子 去重新活出 那所以我们看到 我想告诉你们 很多人是 为什么我知道 你没有去跟随耶稣呢 因为如果你真的 从这个律法去离开 释放的话 你现在在神的 生命里面去活着的时候 你现在就是 已经属于耶稣的了 所以你就可以 是透过神 去结果子 你怎么可以知道 他是从这个律法死去呢 和他去明白呢 就是你会看到 他们生命的果子 你会看到 神的能力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那些人 就是想 回去以前 四十天的禁食 然后有祷告 有很多东西 就是这些是好的 不是说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是觉得 做了这些东西 就可以配得神的话语 或者祝福 那就是错的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 你就会发觉 你其实呢 都还没跟这个律法 是脱钩的 因为你都是觉得 你要需要你做的东西 才配得神的祝福 不是 但是耶稣的里面 就是说 无论你做什么都 其实他在爱你 他已经祝福你 他是你的 是他 因为耶稣所做的东西 是令到你有新的契约 跟天父 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是令到他们 自动自觉 就成为圣洁 你是公义 你的公义的圣洁 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事 而是因为 上帝耶稣所给你的 好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三章七 哥林多后书 三章五至六至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 配造什么事 我们之所以配造是出于上帝 他使我们能配作新药的执事 不是文字上的药 而是圣灵的药 因为文字使人死 圣灵能使人活 律法从来都不想 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 充满能力的 服事的人 神是想我们成为一个 新的圣灵的服事者 我们新的执事 我们就在神的灵里面 去活着的 但是因为是文字使人死 圣灵才使人活 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他们是真的 很熟悉文字上的东西 他们听到很多的规矩 规矩、规矩、条例 行为上怎么做得好 但是就会使他们死亡 因为杀了很多圣灵的工作 但是我们是新药的执事 我们是会在新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从这一个 所谓的这些条例 这些传统是要死去 我们在圣灵里面 听圣灵的声音 是结圣灵的果子 就好像一个 一个树那样 你不可以和他命令 那个树去结果子 但是当我们 好像一棵树那样 连结这个水 是神的时候 这个水的养分 就会从根部我们吸收 那就会自动自觉 就有很多的果子 所以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那棵树那样 是自然流动的 因为当我们的心灵里面 是基于圣灵的工作 那时候 我们所活出的所有东西 都是自动自觉 就可以带到他的果子 所以不是因为要有条例 或者我们的行为 想要做什么 而一起从心灵里面 和上帝的联系里面 移出的 那文字是什么? 文字就是律法 所以我想跟大家解释 这个文字的律法 其实是说在十界里面 就是好像石头 摩西写在十界里面 当时其实摩西 他拿了这个十界 即使是他拿的 是一个律法 但是都是有神的荣光 在当中的 但是当时的荣光 在摩西上面的荣光 是会慢慢消失 是会退的 就是好像摩西那块面的光 都会慢慢退 但是在新药的里面 这个话语 这个圣灵 但是这个荣光 是会不断不断地增加的 因为当我们知道 有启示 就是在新药里面 我们就会受神的声音 我们神的圣灵 是不断地点亮 所以每一天 是更加新的 但是律法已经是旧 已经是死去的了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律法死去 但当我们 是跟耶稣的里面 在那个灵的里面 我们是会觉得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是有荣光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这个律法 其实去律法的时候 就会好像是很死的 很黑暗的 没有任何活力的 因为都是只是一堆文字 是没有生命力 是没有活力的 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 在灵的里面 是有活力的 是每一天都是新的 因为那是流动的水 当我们真的去 又好像去律法的时候 你就会说 对不起神 我就是因为我这个去旧的律法 而求你得宽恕 立刻我们就去回神耶稣 在这个流动的关系里面 那我们就会见到 真的会不断地去 有一个好像 即使我现在和你们说 我都觉得是有一个 哇!是一个很活力的 是活着的 因膏在我们当中 是去活流出来的 那好了 我们去看 哥林多后书 三章七节 是七至十二节 他说 那用字黑在石头上 熟死的事 逢上且有灵光 以至意识烈人 因摩西念上那 逐渐褪色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灵 那熟圣灵的事 逢不是更有荣光吗 若是那使人定罪的事 奉有荣光 那使人清意的事奉的荣光 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恩者 更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是九节 若是那使人定罪的事 奉有荣光 好,我们读完首一节 若是那族渐褪色的荣光者 长长的荣光 就更有荣光了 既然我们者 有这人的盼望 就大有胆量 我和大家说 在这个律法的时候 那个荣光 是没有的 是没有办法 跟圣灵里面的荣光 在圣灵里面的荣光 去相比较的 那旧荣灵里面的荣光 是逐渐退出的 在保罗里面也会说 从荣光到荣光到荣光 我们是有希望的 和有胆量的 所以你看到 当我们是在神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荣光 因着这个上帝的荣光 而有的勇气 有的胆量 如果你是在几个月里面 很肝 甚至你十年的肝 其实你就会发觉 是与我们在神若里面 有的荣光 有的恩膏 是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我们是 从这个律法里 是死去的 我们是进到 并且活在 是在流传在这个神若的 这个恩着圣灵 所有的能力里面 哇,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今天很快 你看到今天 是有启示 是没有限制的流动的 你会去生命里面 你会经历 神的话语 神的经历 是超越你所有的限制 你会看到 你同一时间 你是去这个时间里面 你就会去做到神的歧视 但是你不要害怕 当你真的去 没有让你 这个世界所告诉你 的东西 去局限了你 因为那些 都是不肯去改变的 但是当你在里面的 里面 是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起来了 你相信神的话语 你只要相信 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要相信 神在你里面 所摆来的 真理的声音 你就告诉你 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的的时候 就是说 在神的里面 在耶稣里面 活着就是 对的的时候 是真理的的时候 你和律法是死去的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 经历到神的 那种很充充满满的能力 你不要再像一些基督徒那样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很差 你究竟 其实你所说的 你形容的 不是生命上落 而是你所说的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去回律法 有时候又去回新约 又去回律法的时间 你才会有一个 像Yoyo那样 上下 那么大幅度的 改变的生命 就是这个 旧度的生命 我们不是 在神的里面 不是Yoyo那样的 我们是在神的里面 当我们耶稣那时候 我们保持在他里面 我们就会见到 是从荣光去到荣光 是不断地有更新的 那为什么有些是 律法是一个 就是死亡的服侍者 错 不是 律法是完美的 是好的 当天父 是望向你的时候 那你就会去看 马太书 你就会见到 耶稣就会说 就是说 律法 不是只是道德的 律法都是属灵的 律法 见到你的心里面 是渴求一些 不是错的东西 律法就告诉你 什么是错的 所以就告诉你 律法 律法是神的准则 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是不会 令你有生命 只是告诉你 什么是错的 什么在你的心里面 是不对的 那什么是会 给你有生命呢 在圣经里面 其实都说了 如果你是 哪怕你是遵守 大部分的律法 但是你是遵守不了 一两个 你也是遵守不了 一个律法 所以神就是已经告诉你 祂是设计 祂是设计 令到你告诉你 你是完全没有可能 靠你自己的能力 去到神的 level 祂的力量 当中的 但是唯有是 耶稣 透过耶稣 因为耶稣 可以完完全全 遵守所有的律法 而我们是因为 透过耶稣的生命 才可以进到神的里面 得着那个 是从祂而来 给我们的圣结和公义 所以如果你是 自夸你自己的能力 可以 因为你说 我可以做到 所有的律法的话 那你就是完全是错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可以完完全全是完美的 如果你是将你的自己 放在那个律法底下 等于你就要神天父 用另一副眼光去看见你 因为这个到最终 都会令到你会 知道你一定是错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当你相信 你是和耶稣结婚的时候 就是你在耶稣的力量里面 你都相信 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 是因为他所谓 你献上牺牲的时候 你透过他 耶稣就好像 天父的一个眼镜 天父是透过耶稣 去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 被耶稣所做的事 是完全结症 是成为圣结的 是公义的 神天父 是透过耶稣 去看我们 是结症的 他是一个神圣的 很有大有能力的上帝 他不是做错的 因为他是从耶稣的 这个的镜框去看你 天父看你 就是透过耶稣 去看你一样 所以你的结症 你的公义 你的所有的祝福 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 为你 已经替你的罪 死去结症 而你就好像 跟耶稣合而为一的时候 那就是跟神所见到的 就是见到耶稣是怎么样 你就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跟神之下的关系 所以律法从来都没有去 去跨那天十架 错 律法是没有办法 可以进入那天十架当中的 你要记住 但是当你是留在 新约的里面的时候 你是嫁到新约的 就是耶稣的老公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神所看你 其实我们都要看我们自己 就好像天父见我们一样 看我们一样 那当如果你是看自己 就好像神看我们一样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漂亮 你是圣洁的 你就会成为是一个有胆量 有祝福的 充满了信心的 那种自信不是说自己有多好 而是你相信神是多好 这样去活出来 那你想一下 如果神看到你是这么漂亮 很好 但是你选择看自己是一个 很丑的人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选择 回到律法的时候 那你想一下如果这样的话 究竟是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人都是说 即使是魔鬼都可以相信神 那相信神不是一个很大很厉害的事 所有人都可以相信神 但是如果当你真的相信神的时候 你相信不相信神 相信你呢 你相信不相信神很爱你 你相信不相信神 令到你成为圣洁 并且看你为圣洁和公义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像神那样 去看你自己的事 去看你自己的话 但是你只是跟其他 那些遵循律法 宗教化的基督徒一样 你纯粹是跟随着律法而行的话 就会令到你完全干负 你的生命是没有果子的 但是当你相信神的爱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你要相信神所看你的 是好似神所看耶稣一样 你就会很有胆量 还有很有信心 有能力地活出 心虐和圣灵里面的生命 那我就来完结一下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一章 神不是说在那一刻 才告诉我们 才选择去看我们 好像耶稣一样 而是他一开始 从创世之初 已经选择他 从耶稣 透过耶稣去看我们 所有旧约所发生 所有事都是要预先 告诉大家 接下来有个耶稣 有个尼赛雅是怎样的 所以在耶稣的里面 神是告诉你 你会不会去对 选择 相信上帝 去见我们的时候 是圣结和公义呢 是他选择 他原来在创世之初 已经选择了 今时今日的我们 是透过耶稣得着公义和圣结的 所以当我们看自己 就像耶稣那样 天父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多的 医治 自由 和释放 是会出来的 还有你看回经文 当你去看自己 好像神那样 看我们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神 如何去爱我们 接下来我们的心 就会去打开 去对这个天父的计划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好 还有这个地球 天地的最终计划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去透过 好像耶稣 好像看我们 好像天父那样 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新的生命 就像无知那样 是活出黑暗的 我们就会慢慢被很多怪的 一些属于魔鬼的教导 去带走 那 当我们 当我们进入神的里面 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真正正 看到真正的福音 是怎样去释放 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 我想你大家都看到 就好像天父看见你一样 我想在你的心里面就说 神啊我真的很想像你一样 去看我 我看我自己就好像你看我一样 我不想是透过其他人 基督徒的眼睛去看我自己 但我想是透过耶稣 神啊你这个永恒的 是完美的眼睛去看我自己 好,我们去看二福所书一章 一起读吧 四至十节 神选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 甚至在他立定宇宙根基之前 就已让我们与他联结 因为他伟大的爱 他预定我们在他眼中成为圣洁 顺洁无下 是的,我们再看了 因为在他的眼中成为 顺洁无下 因为这一直是神完美的计划 修让我们成为他喜悦的孩子 透过我们与耶稣这 受高者的合一 他可以谈到他巨大的爱在我们身上 因此他荣耀的恩典 亦可以得着称赞 因为他爱我们如同爱他的爱子 与耶稣的一样 这一个展开的计划 给神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好,自从我们与基督联结在一起 借着他的补血我们不能够熟 即完全取消了我们的罪 这一切都是因为神丰富的恩典 这丰富的恩典已经大能地在我们里运行 并在我们里释放出各种智慧和对真理的明白 透过受高者的启示 他向我们揭开了他的秘密的愿望 下长期计划隐藏的秘密 这是神创世已施行的计划 由于神的目的是不会失败的 下长期计划要在所有的时代中掌管 直到天上地下的漫游 都在基督里同归如一 因为神 他还在读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更大的计划 神更大的计划 对这个世界的宇宙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不只是看自己这个小小的空间 而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原来我们是其中一份子 就好像一个puzzle的其中一块 当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 你要确保 这个撒旦不会再来 去骗你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那些人会看到自由 然后他们开始去到 他们开始运行在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然后那些魔鬼来回来 就是带回你去律法里面 以及你容许他们 在圣经里面 已经看到这些都是 属于魔鬼的 是邪灵的一些工作 令到你回到律法里面 去活回以前没有能力的生命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很清楚的 但很惨就是很多的教会 听到之后 他们都选择去到他们的传统 但今天我想告诉你 今天是神是很有力的 猛力的 是打烂着这些错误的关系 这个错误的关系和律法的关系 所以我告诉你 神 律法不是会杀你 律法只是告诉你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对的 而令到你知道什么是错的 但是当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不断地宣告神 我是属于耶稣的 我已经在耶稣里面 去活着的时候 我已经隐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 那是什么呢 就是神看我们就像耶稣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会在神的灵的自由里面 而远离这个是属于魔鬼的隐游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是 继续在神的灵里面的自由 在祂的爱里面 千万不要去回律法 如果你去回律法 我会告诉你 你会立即见到 神的能力是降低的 你会见到越来越 就在想 神在哪里 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好像破碎了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你去回律法里面 所以你在神的里面 保持在耶稣的关系当中 因为如果不是 你又会去回文字 尝试用自己的方法 去遵律法的时候 你会立即看到 这些神迹歧视会消失的 因为神迹歧视 并不会跟随那些 纯粹是跟随 做行律法所行的事 但是 是会跟随那些相信 跟随着圣灵的声音 就是神的声音的那些人 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一节 一起读 《加拉太人,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你们的行为如此愚蠢呢? 你们一定是被人落了符咒 神不是已经打开了你们的眼睛 让你们知道耶稣基督 钉十架的意义吗? 神难道未 揭示给你们知道 那位钉十架的基督吗? 第五节又说 让我再问你们 神奢华地似圣灵 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职 与你们死守那些 僵法律法有关吗? 圣灵 晓冠在我们身上 是因为啟示和信心的能力 不是因为守律法 天父让你身弱的荣耀 takes what's in no longer 必须对我们在这个民主 保持了信心的能力 保持了信心的能力 导致圣灵 保持了信心的能力 保持了信心的能力 是否让我们根本计 发生了信心的能力 是否得到信心地 是否得到信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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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书是充满了香气的 是神给你的情书一样 如果你只是不看到这个 或想看律法 你无法经历到神的那种 是不断增加的因高和能力 神说奉主耶稣的名义 所有的人当他相信你的时候 他们会从律法死去 神说你会从你的祝福里面临到 无论是心理上、情绪上、头脑上、熟灵上 他是完完全全对律法死去的 脱离以前的一个枷锁 他是回来的里面 是透过耶稣基督 是有着复活的大能在里面 是有结果子的 是透过圣灵去活着的 神爱宣告 如果他们依然都是同一律法 他有连结的时候 在熟灵的时候 所有香港 无论是中文或者英语 听中文、英语的 港道的人 或者是其他世界的人 如果你不是相信神 我想告诉你 神很爱你 神已经是预先 命定你成为神的上帝的人 没有任何人自动成为基督徒 有很多人都会去到死亡的那一步 不要相信那些天主教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更加清楚地狱的存在 神弱也在说有一个惩罚 但是在神弱里面 真的都说得很清楚 当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会被驱逐出天国的国度里面的 没有任何人是有例外的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去 是 惩罚我们 那时候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错的 所有人 一定要去 相信耶稣 是 他口里承认耶稣是他主 心里面相信 神就是说 我是一个真理道路 真理生命 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到天父当中 除了透过我一样 哪怕是任何一个好的领袖 那些都是会做他死好 但是唯有耶稣 是他透过圣女正德 然后也都是复活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就是说 所有的宗教都会令到我们 去到耶稣 或者神的里面是错的 因为唯有耶稣 才是唯一一个道路生命真理 因为唯一是祂的里面 我们才可以透过十架 去重新活着 有一个复活的能力 是大能在当中的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知道 神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是从十架 就是从十架去重新复活的 如果你是不肯定 你是否真的 真的相信神的话 或者你可能你之前 你都是听过少少少律法 又听过不同的教导的话 我想告诉你 你可能一直都只听到一些声音 或者不同的教导 但是你如果真是去接受神 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口里承认 心里面相信 今天你就已经是对这个律法 是死去了 你已经是对这个 助纣 这些的指责 都是死去的了 你是重新的 因为神看你是一个 好像耶稣一样 不是律法 而是耶稣的 耶稣的里面去看你 是圣洁的公义的 神我会宣告 在这个香港的地方 如果你还没去接受 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 如果你有个启示 你的福音不是律法 福音是神的话 那时候 是有的宣告 你要去对这个律法 死去 你要相信耶稣 你已经赐了你的生命 还有我想你 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 神我感谢你 我是来到你的面前 我想你 称呼你为天父 不是一个很远的神 神很多谢你爱我 你所赐给我 你也多谢你给耶稣 我相信你耶稣 还有我宣告我的口 用我的口去宣告 神是我的主 是救世主 我也是心里相信 耶稣从十架 是被得復活的 他死而后復活的 我也是相信 我是透过耶稣 是好像他一样 是他和这个律法死去 而他在神的里面 重新成为圣结有公义的 还有被圣灵充满的儿女 多谢你一会儿 是我们 我把我生命交给你 直到这个世界的永恆 我奉着你的圣灵 阿们 好了 希望神去祝福你们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 很享受的一天 我书里面 会多一两个章节 讲关于医治和神迹歧事 我祷告 就是在这个时间 你都会 我相信神是想 要我们所有人都去醒 因为很多错误的教导在外面 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在外面 我们希望更多人在香港和这个世界 更多人得着救赎 和重申 我宣告我们在生命里面 是由荣光去到荣光的 感谢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Wäh